所以你的诉求是 我刚听您说您要改飞机 那那我就直接一点 太好了 是这样的 这次相亲的 是我家里逼我来的 因为我本身是不想相亲的 太好了 我也不想结婚 那我们今天也算见过面了 任务就完成了吧 那我能去改飞机了吧 我送你 我们有车 方便吗 方便 那太好了 红桥机长 好 邝总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你让我去吧 为什么要去 这么多年 我提了这么多回 我要调去上海 每次你都说不合适 没机会 那人家现在上海潮信 正好招聘财务总监呢 你说你从外边找了一个人 有哪个比我更适合潮信 有哪个比我更了解潮信呢 所以说我是这个位置最合适的人选 我又不是为了别的 我真是为了咱潮信呢 你要是为了潮信 干吗非要去上海呢 你看啊 咱们现在的生产基地 已经调到上海的分公司了 笔记本也马上就要在上海生产了 以后上海潮信就是咱们潮信集团的顶梁柱啊 那要想建功立业 就必须得去上海 说吧 到底有什么别的念头 那我那点想法你都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这事我得问一问小静的意见 怎么这么土啊 平时不这样啊 倒倒倒倒倒倒 我说你是不是走错道了 你走这条什么路啊 怎么这么多啊 你回国多久了 你是不是对上海的路不熟啊 这是最近的路啊 不是 我说到底 你能不能开得 稍微快一点 一个旁边的车 刷刷就踹过去 后边的车都低地 你没感觉吗 我算过了 从我们出发的地方 到机场只有25公里 一每小时40公里速度 半个小时就到 就算是堵车 一个小时 足够了 我刚才注意到 你的行李并不需要拖运 你下午两点的飞机 足够了 你学的什么转意 机械工程 请你把安全带系好 就你这速度 还系安全带 跑着都比你快 您好 我是苏颜 您好 这边请 这边请 洪总 洪总在里面 苏颜小姐到了 苏颜小姐 您好 我是苏颜 坐 苏颜 瑞士回来的高材生 博士期间 就写了不少论文 猎头公司 对你的评价很高 过奖了 这是我的中文简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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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城 你在潮信做過軟件開發 對 怎麼出國了 出國學習了 那你這個人連個謝謝都不說的 我看您公司是做遊戲的 為什麼要招軟件研發負責人呢 我們創開是一家遊戲公司 我們生產的遊戲機 接機和學習機 在市場份額上 在全國都是第一的 我們推出的掌中堡系列 也是開創了國內的先河 但是現在遊戲產業的發展 我必須得兩條推走 一條就是做單體遊戲機 這是我們的優勢 那另一條就是做電腦遊戲 電腦是未來 我必須得儲備力量 可是我不會做遊戲 我不是讓你做遊戲 說實話吧 人家國外的遊戲 比我們的先進多了 所以我只需要 從國外把遊戲買回來 然後翻譯成中文 讓中國人能看得懂 玩起來沒有障礙 所以我需要像你這樣的技術人才 可是我也不是個翻譯 洪總 我覺得算了吧 可能我不太合適 你是覺得取材了 讓你這樣一個頂尖的 技術專業博士來做遊戲 是 遊戲目前是我的主業 但不是我的目標 我要靠遊戲壯大發展之後 我一定會進軍 技術界的其他領域 如果你能來的話 我不僅給你業內的最高待遇 我還給你絕對的自由 技術研發方面 方向你自己定 我不過問 我只要求在技術上 給創開闖出新路 怎麼樣 洪總 洪總 有事嗎 咱們市場呢 反饋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洪總 您還有工作要聊 那我就先走了 蘇顏 咱們就打開天窗設亮化 你能來還是不能來 如果能來的話 明天就來上班 如果是不能來的話 我希望你現在 就給我一個準化 行 看您這麼痛快 我也沒什麼好猶豫的了 那我來試試 太好了 見不見 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位是蘇顏 你馬上給她準備一間辦公室 這是我們新來的 研發部總監 洪總 我就是來試試 對總監 我相信你 您怎麼信任我 看了有必要 我證明一下自己的價值了 合作愉快 宇昌寫去 宇昌寫 誰去 宇昌寫 我派一個二級區域的經理出去 也就沒人敢去是不是 我江城帶的人就這麼窝囊 許一編 你是他們組長 你說派誰去 鄭總 我 這樣吧 我去 關鍵時候 還得看許一編 別怪我平時對她最好 那出去 江總 出去開拓市場 沒問題 可是我這 我這家裡有困難 孩子還小 我那老婆呢 又從上一個單位 剛剛離開 我走了以後 麻煩您照顧我的家人 一編 別說了 我真心感謝你能幫我 你放心 只要你把那面紅旗幫我插上 您家裡所有的事情 我來安排 保證你沒有後顧之用 小靖 這次叫你來 我聽說了 是筆記本的事吧 你放心 上海公司一定可以做好的 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過硬的硬件 但是我希望 我們也要開發 適合用戶需求的軟件 上海是開放的前沿 我希望你在上海 幫我成立一個研發基地 招攬和儲備人才 為日後我們公司的轉型 打下基礎 好啊 我也有這樣的想法 那正好 我把我設想的方案 跟你匯報一下 不著急 我還有個事要跟你說 梅兆和 希望我 把它調到你這裡去 那 換到你的意思呢 梅總 好 查給我的 謝謝啊 沒你事 沒你事 我覺得從能力上來說 魅兆和一定能幫上你 只是 我想聽聽你的想法 若是為了公司考慮 出於業務上的安排的話 我願意服從總部的決定 什麼時候回來的 剛回來 對了 給你們帶來一點上海的特產 你也有份 我都往老邝那兒了 回到你問他要 謝謝 謝謝 那個 做活兒 行 来 谢谢 这是给我的吗 你先喝呗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该去上海找你去了 我听老邝说了 这老邝 本来还想给你一惊喜呢 行 反正到了上海 咱俩就可以 梅赵和同志 我只想跟你声明 我只是接受了总公司的安排 同意你到上海 担任财务总监这个职务 但如果你想要因此 假公济私的话 我立马找老邝去拒绝 别别别 我都跟他说好了 行 那我们远法三章 怎么样 有合适的吗 这些都是您精心挑选出来的 这样 我把这些文件啊 先留下来 然后让技术部门的同志 先评估一下 只要他们觉得合适了 我就立刻通知您 咱们就尽快拿下 喂 我立刻安排人 马上准备 又有好事了 咱们负责西南地区的同志 拉了一笔大单 好 四川化工集团 邀请咱们去参加 ERP系统的招标 川化 这可是个大过期啊 没错 他这样的公司啊 行业性很强 只要我们搞定一家 整个的化工行业 都会知道 咱们旌旗的东西好 照你这么一说 这可是一场不能输的战役 我会亲自去办 就在刚刚 四川化工发来函 邀请我们参加 ERP系统的招标 一个销售人员 居然直接把这个文件 扔到了垃圾桶里 要不是我刚好经过看见 这个机会 我们就错失了 这怎么回事 一天天只想着 挣大钱要提成 都不知道帮我们公司 开拓软件市场了 这 这太不像话了 这 这谁干的 张伯 张伯是谁 侯公的外甥 但是他这个事做得 实在太不像话了 我回去批评教育他 我好好收拾住他 我们公司这样的裙带 关系还有多少 我记得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就说过这个问题 潮信不搞裙带关系 不搞利益输出 坚决杜绝安插关系户 现在还不是关系户的问题 我们一些潮信的老员工 都开始懈怠了 已经没有当时 创业时候那种精气神了 这对一个企业 是非常致命的 那 那这个怎么处理呢 开除 江总 我求求你了 你看在我舅舅的情面上 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我这马上就要结婚了 现在被开除 我怎么结婚呢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江总 要战胜惊奇啊 还得出奇招 这奇招呢 还得是研发中心出 什么奇招 就是把这块软件 完全焊化 问题是 我们没有这ERP的 焊化软件啊 能研发就研发 不能研发 哪怕动用全部的人工翻译 也要翻译出来 这法子虽然笨 倒也实用 什么时候要 下周 那不可能 不可能 唐教授 您缺什么 直接跟我们说 全公司配合您 必须做出来 不 问题是 唐教授 来帮帮我 不然我可就 又要模拟喽 你呀 又对我威逼利忧 是吧 江总 小璐 你好你好 江总好 你好 依北早就跟我提起过你 这是我的好兄弟 这次真没办法了 其实 现在我们家庭的情况有点 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你北她都跟我说了 我想了想 我在公司 给你找了一份职位 仓库管理员 很清醒 工作呢也很规律 你还行不行 可以 江总 这会不会违规啊 特殊情况 咱特殊处理 你就别操练心了 你安心去玉川 那边有什么需要 随时联系我 小程 你得多吃点核桃 知道吗 这可是从你老婆家 给你带过来的 马上考大学了 这可对脑子好 妈 她天天给我吃 我吃烦的 她 她啥她呀 你得叫爸爸 来了 回来了 今天啊 公司事太多了 走得有点晚 回来晚了 你回来就行 这么晚了 小程一个人在家 我也不放心 既然回来了 就早点休息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小程 认真做作业啊 妈 再见 再见 你这能改张公交车吗 要不然我送你 能 多操心孩子啊 怕上考大学了 先走了 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mastery 我先走了 他就走了 很难的啊 这东西这么好玩吗 别乱动我东西 你那些都落后了 你看下这样行不行啊 反正也没几天了吧 考完试 考完高考 爸爸 亲自到你洪叔叔那儿 给您要两台 你换着玩 怎么样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想去忙 不安好 今天一定要上幼儿园 妈妈下班第一个人接你 好不好 挺好 我想去那幼儿园 我想跟你一起去找忙 室友要烫 没关系啊 妈妈把药给你带上 好不好 嗯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新品 行 这毕竟是江总给你安排的新工作 怎么也得上呀 你看这孩子怎么办 头室有点烫 妈妈 我想和你一起去上班 这样吧 你上班 带着他去 反正库房 也没啥事 行 虽然现在国内的游戏厂商不熟 但大多都是观念陈旧 激攻净利 都是以卖主机为主 所以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市场 做出战略调整 小苏 你把你的这个想法跟大家说说 我们现在这款游戏软件呢 江城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你还是去 你这儿 我都你是igil 我怎么会有空去的 你这儿就像我这样的 你这个好 我这个好 我这个好 我殇序了 你这儿有空去的 我这个不想把我临练了 你吗 你这好 你这个好 你这个好 好 你这好 好 好 上会吧 初衍 交给你了 都 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我也是前几天刚回来 听说了 听说你去留学了 那现在 在宇乔那儿啊 对 做软件开发的工作 挺好 你 这些年还好吗 还行 听洪总说 你们潮信发展率不错 是 那个 孩子 应该挺大的了吧 对 孩子今天考大学 压力也挺大的 好 他妈债我呢 没有 他妈不在身边 孩子主要是我带的 不在身边 你们没结婚 没有 我们 跟过去一样 立夏现在有自己的生活 偶尔会过来看看孩子 那你现在 这些年是一个人还是 我 我之前在认识 交了个男朋友 那 后来 怎么了 那 你要现在一个人刚回国 有什么事就找我们 那个 这个 这是我的名片 里面有我电话 我希望咱们还能 还能做朋友 来 卢姐 这个是今天的领货单 你看一下 好 我马上给你配 好的 妮妮啊 乖乖地在这儿玩啊 妈妈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不要乱跑 嗯 知道了 嗯 嘟 那 再来 嘟 嘟 嘟 好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到底管不管 唐教授 发生什么事了 库房的一个保管员 居然把孩子带到公司来 这孩子结果就又跑到机房去了 把水都弄到机器上 我们测试了一般的数据 全毁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您先别着急 我核实一下情况 规章制度是你定的 我今天就来找你 我们的研发人员为了这个研究 已经熬了七八个晚上了 你必须给他们个交代 怎么回事 怎么把孩子带进公司了 这个出事的卢丹 他是个新员工 不太懂这些事情 新员工不得有培训吗 他是什么人 怎么进的公司 是江城江总安排进来的 刚刚你在人事部办了入职了 我听说 他是销售部许一北的老婆 为什么现在 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公司不是有规定吗 不许带亲戚家属进公司 开除 必须开除 是 江总 我刚来 我确实不太懂公司的规矩 陆丹 你也别着急 你们家情况 我是最了解的 孩子怎么样 孩子有点发烧 可是现在又 还发烧 烧着呢 那赶紧送医院啊 可是我听 总办那边说要开除我 这儿有我 你现在就带着孩子去医院 那 那我 我就找你了 快去 进来 湘总 这是姚总刚刚签发的 处罚文件 无单 开除 邝总呢 邝总今天在审理有会 那我叫姚总 湘总 主要是研发中心那边 咱们得给人家一个说法 这损失了好多主板 姚总也没办法 文件先压里别发 姚总 什么事啊 坐 没别的事 就是有些事情 我想跟你介绍一下啊 你可能不了解情况 这个卢丹啊 她不是外人 她是我的销售 徐一北的老婆 这徐一北呢 让我派到玉川啊 去给公司开错市场了 你看看 能不能别为这么点小事 就把她开除了 小事 这点小事 毁了我们一个 主机组的主板 把我们研发程序的 重点数据给毁了 好 您说得特别有道理 但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无心之事 而且她丈夫 现在正在最艰苦的地方 为咱们公司在打拼 你如果这么处置 她的家属 我是担心啊 这会影响 整个公司员工的事情 不仅要处置她 还要处置你 行 那就别罚卢丹 我负全责 江城 你不能公私不分 现在的潮信 不是个家庭作坊 是一个有规章制度的 正规公司 你破坏了规矩 就得受罚 怎么罚规章制度上 写着呢 不是我姚昆说了算 卢丹的错误 是你的连带错误 怎么罚她 规章制度上也写着呢 如果她留下了 我们的规章制度算什么 摆设吗 姚总 我说句不该说的啊 法不外乎人情 以后真的一点情面都不讲 不能讲 什么 凌凌住院了 公司还要开除你 我刚到运团 让我出来卖命的是他们 我这前脚刚走 她就开除我老婆 好 我马上过去 不干了 去一会儿这 你们慢慢吃 我进去看看孩子 你们慢慢吃 怎么了 有情绪 没有 不敢有 从公司的制度上来讲 也不允许有 江城 国不可一日无法 家不可一日无归 这些年咱们潮信 发展得太快了 快到我们都没想到 它已经成为了全中国 最顶尖的IT企业了 可成绩上去了 咱们的管理却没有跟上 这是我们发展当中 最大的障碍 咱俩 都是从计算机所出来的 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 但是咱俩对管理 真是不同 可姚昆 他就是学这个的 这些年 他在潮信做出的成绩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这一点你服吧 吴 所以你该不该罚 该罚 罚我 怎么罚都行 我都接受 我现在就是替我手下的兄弟 我觉得委屈 制度是制度 既然制定了 就要严格执行 无单的情况特殊 我觉得 我们可以用一个别的方法 来帮助他们 成方法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 他在潮信这么多年 一直尽心尽力地付出 对每一位员工 也很关心照顾 他在公司 就像一个老大哥 但是我们管理企业 不能只靠人情 得靠规矩 我不想让别人认为 我们潮信是夫妻店 我们的管理不近人情 甚至于冷冰冰 你怎么也顾虑重重起来了 我们做企业 只做对的事情 如果哪一天你是错的 江城是对的 我绝对会站在 江城的立场上 我们不能像家长一样的 管理企业啊 我们要靠科学的方式 来管理 这不都是你教我的吗 你看我这才上了一天的班 就被开除了 这传出去人家 别人怎么说我呀 我都脸往哪儿放啊 我告诉你 这次一定要江城有个说法 是他派你出去的 吗 一北啊 你怎么回来啦 一北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跟琳琳主治医生碰了一下 孩子确实吓着了 观察几天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医院这边的事情呢 我都安排好了 弟妹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跟我说 江总 我有话跟你说 出来说 一北 来 坐 有什么想说的 尽管说 你忘了我走的时候 你是怎么向我保证的 你坐下 听我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 琳琳现在住院的费用 包括将来她出院养病的费用 我个人出 至于弟妹的工作呢 好 现在潮信是干不了了 但如果你相信 江城我还有那么点能力 我保证 给她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 好吗 李伟啊 你这次突然回来 连我都不知道 连我都不知道 你是山里之首啊 你这次去 是立了军令状 我 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丈夫 你为了家庭 义无反顾地回来 我非常理解 但作为一个男人 我不敬佩你 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骨干 我最喜欢她 当年招聘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一句话 特别大动 终于大件大事 让我相信 你能够跟我 横幅见证 别忘了自己的理想 别忘了自己的理想 几人回来 放你三天假 把家里的事情 安途好好 元骨 sla 然后让他シルク 宇宙 就由你迷ご 一个支援 小姐 你会帮我 忙着呢 是你啊 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就跟你汇报一下 总之就是这边的工作 我都已经上手了 有什么事你随时叫我 好吧 好 辛苦了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对了 那个咱们隔壁 有一馆子我前两天吃的 我觉得不错 要不咱俩今天晚上 我哪有时间啊 我一会儿还得去新工厂 检查新的生产线 你说这工厂我想起来了 工厂的事我正好没捋明白呢 正好咱俩得一块去 我回去准备一下 就这么定了啊 作为公司的副总 这件事情我负全责 我无视公司的规章制度 私自安插部下的家属 进公司工作 不仅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秩序 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和不良的影响 在此 我向大家做检讨 并愿意接受一切出发 江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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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海的工厂就是他 气派 宇文总功不可没 真是不得了啊 不是 你倒是给我介绍介绍过 你这怎么回事 小刘 正好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新到的 财务总监梅兆和 这是车间主任小刘 你好你好你好 幸会 幸会啊 梅总监啊 对我们车间的情况 非常感兴趣 您给他好好介绍一下 带他参观一下我们车间啊 好好好 有什么事儿问小刘 来 来 大家发回想想力 二十年后的信息基础行业 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改变 二十年后 应该全世界每一个人 都有一台电脑 人人都会电脑 可能每个人 都可以把电脑 带在身上 随时需要 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用 到时候所有的电脑 都会说话 可以和我们直接交流 我想一定会有 比电脑更好 更方便 更聪明的东西 来代替他 只是 我还设想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 明天就要去四川了 对 明天一大早就动身 我这趟去 您就放心吧 咱们的一二批软件啊 肯定比潮心的强 问题不大 当然了 我们的市场占有率 我是不担心的 但是我现在 对于软件发展的市场 我心里还是没那有底啊 托马斯先生 你叫我托马斯就行 托马斯 我想问您 有没有时间 跟我一起吃个便餐 因为中国个人电脑的时代 我们就要到了 将来说不定 每家每户都会有一台 刺激的电脑 实际上我们应该 找他们之前 迈出这一步去 可是 我就怕 他们是贪多了 脚不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